大家好我是Eva 欢迎收看今天的天气波报 台风是越来越接近了几个天气正点 先来提醒大家 在明天星期三的时候 都苏瑞台风就已经来到了巴士海峡的位置了 那么东南方呢 东南部地区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状况发生 北部地区也要特别注意会有比较明显的强震风 沿海地区则是再次的叮咛和提醒 风势和浪况都会再比今天更明显更大一些 也会有长浪发生的机会 那么中央气氧局也针对今天晚上到明天的金门地区 还有北台湾的新竹到宜兰一带的地区 南台湾的南花莲到屏东一带的地区呢 都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 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 如果是店铺的话呢 就要特别留意了 一定要加强固定门窗和招牌 如果是在家里面的话呢 在阳台有放置哦 这个比较容易掉落 或者是比较脆弱的物品 都要移动的摆 移动摆放位置到家里面会比较好了 我们先来看到卫星云图在今天这个杜苏瑞台风呢 它的暴风半径的范围哦 有稍稍的扩大一些些 而且它的强度也有略微的增强一点哦 目前呢已经哦 这个它的暴风圈触碰到旅宋岛的陆地了 而它目前的中心位置呢 则是落在了这个台湾俄罗比的东南方 470公里的海面上左右哦 预估它将会持续朝着西北溪的方向来前进 星期三星期四将会是它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点了 星期五才会逐渐在朝着福建沿海的地方移动 逐渐远离台湾 所以预估星期三跟星期四呢 会是它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时间点 逐渐从这个东半部地区哦 开始呢 这个延伸哦 让我们星期五的时候 让我们星期五的时候 全台湾呢 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像是呢 在今天哦 就已经开始在绿岛蓝云的地方 一带的地方哦 东南侧银封面的地方 开始有一些间歇性的降雨发生影响了 而明天呢 整个东半部地区都要特别注意 会有相当明显的降雨状况发生 大台北地区 以及中部地区的这个山区 西半部地区的山区 也都得要特别注意 星期四的时候啊 这个降雨的范围是更加的明显了 暴风圈的涵盖范围也变得更大 更明显了 来到了这个中部地区台中以南的位置哦 都有机会 受到这个杜树瑞台风的影响 所以呢 这个时候啊 这个在我们的东半部地区 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的降雨累积量呢 都有机会达到好雨的等级了 在局部地区 东南侧一带哦 像是屏东 恒春半岛 屏东 以及这个高屏的山区地方呢 这个累积的降雨量 都已经是可以达到好大雨等级的机会了 那么星期五呢 虽然说台风是逐渐的 往这个大陆的方向移动远离了 但是呢 它路径范围呢 它的暴风范围会让我们全台湾都有机会受到它的影响 带来一些短暂降雨 而要特别注意的仍然是要这个在特别提醒哦 在东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地区会有比较大的降雨状况 星期六呢 台风就已经远离了 但是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在中午过后的热对流发展带来的降雨情况 那么在气温方面呢 其实全台湾都是大致一样的这个趋势哦 主要都是在台风来领量期间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 温度啊 会稍稍的往下滑一些些 像是呢 在北部地区的高温在星期四的时候就有机会来到29度左右 中半部地区则是呢 在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同样的是以29到31度的高温为主 但是要特别注意在明天这个我们星期三的时候受到被风沉降作用的影响 持续的在局部地区台中云林以及彰化地区呢 都会有这个极端的高温出现 以38度的高温为主 还是要特别做好防晒防热伤害的工作了 南部地区同样的在星期四星期五高温有机会掉到29到30度 而东半部地区则是在这几天都是以29到30度的高温为主了 所以呢整体来说在今天晚上开始 东半部地区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哦 间歇性的雨势会逐渐的发生了 明天呢大家外出上班上课的时候 记得啊就得要记得攜带雨聚会比较好了 提醒大家哦趁着今天呢台风还没有影响这么明显的时候 赶紧为家里附近的排水孔哦 清于楚泥也提醒大家要多多关心台风的最新资讯 如果呢是居住在山区的话 更是要特别留意这个邻里之间发出的这个紧急消息哦 赶紧的如果有这个紧急状况需要撤离或者是避难的话 要赶紧的做好准备会比较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报告我们下次再见